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随着我们小鸽子开家开始加飞 鸽子健康有关重要 鸽子加飞以后很快就有一些毛病就出来了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朋友为这小鸽子触碰开始加飞以后 发生的一些状况弄得焦头烂额 有些朋友的鸽子出现了红壁头 黑壁头 也有些朋友的鸽子出现了呼吸道的问题 还有些小鸽子出现了带眼上风 这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在问我 他说他家的小鸽子没有食欲 吃粮食吃不到多少 甚至有些小鸽子在喂他的时候他都无动于衷 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就朋友关心的问题我简单的说一下 小鸽子下火以后 有些要注意小鸽子的毛利虫和呼吸道的问题 有些小鸽子由于感染了毛利虫和呼吸道的问题 出现了红壁溜 那样的鸽子你叫他在于食欲那也是不现实的 怎么样来提高鸽子的食欲 我现在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来喂鸽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按照他的采食量一下子 把这个粮食撒下去 那样呢鸽子呢就会 一个呢他会挑食 第二个呢他就不会呢积极的去抢食 反正吃不完 他会慢腾腾的在里面挑着吃 怎样来提高鸽子抢食的积极性 首先你要确保你鸽子的健康 再一个呢在喂食方面呢也要考虑一下 定时的喂食 不要一下子把食全部撒下去啊 应该呢少少的撒一点 让他抢着吃 让鸽子呢觉得呢再不加快速度吃呢 就吃不到了 就要瘤豆子 就像我这样呢 撒来给他吃 不要一次性的投放过多 在喂食之前呢 我们可以呢给鸽子呢吃一点红矿石 给鸽子呢吃适量的红矿石 可以帮助他调化 像这样呢做几次啊 把食投下去 你看鸽子就会抢 他生怕自己吃不好 还有一个呢 给鸽子进食呢 要给一个时间 要有一个时间限制 比方说五分钟 五分钟 你没有吃完的 我就拿走 不要让他在里面挑天减刺 养成这个坏习惯 还有呢 为了提高鸽子的食欲啊 首先 你要提高他的消化能力 怎样提高消化能力 平时呢 一定要给他喂保健沙 贝壳粉 还有呢 在喂食之前 给他们呢 喂点红矿石 还有呢 我们可以给鸽子呢 喂一点这个 氏菌体 防止鸽子呢 拉得分辨恶臭 使分辨成形 的确是个好东西 朋友们呢 不妨可以试一下 一般呢 每个礼拜 最多喂一脸次 也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鸽子 养健康了 身体养强壮了 你的鸽子采食量 自然就上去了 它就有食欲 好的朋友们 关于怎样提高鸽子采食量 我呢 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做法 戴越人的朋友们 有所帮助 再见